很開心 因為一開始沒想過這套劇可以有這麼多人支持 因為想著可能少些人看這類喜劇輕鬆的戲劇 但很開心也有很多人支持 還有大家都沒說很多惡言出來 那就很幸運了 多謝大家口下留情 我真的超級多謝龍榮 因為這個對手令到我們整件事的笑位升級了 而且我們拍的時候真的沒有尷尬 不知為何 她完全不當我是一個女生 我那天問她 那次有記者問我 問你拿我的PAT的時候什麼感覺 然後她說 什麼感覺 然後她說 為什麼我們拍的時候 我真的不覺得那個是一個PAT 大家當那是一塊肉 像拿手臂一樣 所以不知為何她會這樣 有這個想法 完全不當我是那個PAT 我當時很搞笑 其實我一直都有看連登的留言 然後看看 看到高檸出現 然後剛好她就立即WhatsApp我 她說 不如你一齊上來談吧 然後我說 好吧 好吧 但是又申請不到帳戶 然後剛好我有個朋友幫到我 於是我就可以上去回覆大家的留言 都很開心的 至少如果看到有些什麼 看到有些什麼說 哇 你很噁心 我會立即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說 別這樣啦 給下面看看 好像大家都開心一點 現在就少了很多的不好的留言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好的 因為我也是時下的年輕人 我覺得他們說得出來 我真的答得出來 大家都在網絡的世界 應該說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儘量不要人身攻擊就可以了